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能让少年蝙蝠侠见死不救 能够眼睁睁地看着 面前这个比自己少不了几岁的小孩被割喉 其实就是一把匕首 少爷跟戈登说 我们不能交出去 你眼前这个男人外号叫忍者大师 是个自称活了几百年的家伙 而且我也曾用他的洗澡水 救活过我的管家阿福 他现在这么想要这把刀 我们绝不能把刀给他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把刀对他意味着什么 这个人简直太可怕了 忍者大师听后 情不自禁地赞扬了少爷 嘿 小伙子不错很有前途 说完就割了小孩的脖子 简直是不带犹豫的 随后束手就擒 但你以为他认罪了吗 第二天戈登就找到了哈维 质问哈维 为什么忍者大师会被批准释放 他可是杀了一个孩子呀 但哈维却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只负责抓人呀 放不放 关不关 我们管不了呀 毕竟人家是外国政要呀 戈登听后也很无奈 而少爷这边呢 则在通宵达旦地研究匕首 因为他觉得 如果不研究 出个所以然来 对不起死去的那个小孩 急切地想要得到这把匕首 可能是因为这把匕首 可以威胁到他的生命 但这毕竟是推测 需要实践 这可把阿福吓了一跳 你不能杀人呀少爷 这是你做人的底线呀 少爷说我不会 但阿福还是不放心 干脆直接将匕首锁了起来 画面一转 少爷来参加男孩的葬礼 此时戈登偷偷找到阿福 对阿福说 忍者大师即将被引渡 相信不久消息就会传出 你一定要看好少爷 不要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俩的对话 被门外的少爷 听得清清楚楚 少爷听后 直接回到家 取出了匕首 他要干嘛 也许家人们都清楚了 而此时 忍者大师这边 巴巴拉准备将他救出去 但是大师拒绝了 他开始跟巴巴道别的 巴巴拉疑惑了 你为什么要走 你不是答应过我 会给我一份特别的礼物吗 大师也不说话 将手放在了玻璃上 示意巴巴巴拉也放上去 当巴巴拉的手放上去后 好像真的有种特别的力量 传向了巴巴拉 巴巴拉问这是什么 大师说 你以后就会知道了 现在你就先回去吧 那大师究竟传了什么 给巴巴拉呢 我们之后会讲 而就当巴巴拉走后不久 少爷就来到了大师背后 掏出刀 准备结果大师 那么少爷真的会 杀了忍者大师 放弃自己的原则吗 我们接着看下集 关注郭说 今晚还有三集